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我觉得今天这个环节的设定就特别好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在比赛的时候 这种高压的状态 有这样的一个休闲 大家可以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一些环节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你们解除一些压力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比方说您的理想的一个名次是多少呢 成团 有具体的名次吗 我不敢期待太好 好的 我怎么去理解这个感这个事情呢 你敢做你自己 敢说出来 我去年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我的目标就是C位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 我要跟你争C位 我觉得太棒了 希望大家说不要去把你们想要争C的这个 理想啊 梦想啊 就藏起来 我觉得大家来这儿就要朝自己心中最好的一个目标 去敢于争夺它 谢谢 我要给大家讲这个感的故事是 我们去年去了撒哈拉沙漠 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是登上那个火星山顶 因为我很恐高 所以说到后面我是哭着爬上去的 但是你爬上去了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你克服了这个问题 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也是希望说即使害怕 但是不留遗憾地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在创造101的时候的制服 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份礼物 我其实想把它送给你们是因为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初心 每一次的公园舞台都能拿出最好的水平 和最好的成绩 祝你们可以每个人都顺利地成团 加油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他们俩 就是有一种很想成为他们的感觉 会朝着那个目标努力的 因为我有热爱舞台的热情 为你定格小姐姐的璀璨时刻 追光 聚光 无味强光 我自想要 基层锡小青钻 布置防晒 雪人妆前 一步到尾 无粉制 更水光 基层锡是焦点 就要请看 上妆之前 关键的一步别忘了 推荐你基层锡小青钻 妆前防晒 一步到尾 让肌肤像小青钻一样 bling bling 水光满满 上妆更服贴 妆前隔离 自己防晒 我有基层锡小青钻 基层锡小青钻 基层锡小青钻防晒乳 一粉制 更水光 基层锡小青钻防晒乳 五粉制 更水光 本节目由基层锡小青钻 特约赞助播出 我觉得发布结果 就是应该那种 很严肃的教室啊 或者什么训练厅之类的 没想到到一个室外 到处都是鸟语滑香的地方 看了一下外面的世界 还是挺放松的 对 当时我看到了 我前面有一条起跑线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跨过去那一步 才能奔向属于首发成员 和预备队主力队的那里 感觉好像就是奔向自己 梦想的舞台 一条短短 且感觉好像很长的一条路 创造影2020的学员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将发布主题曲考核的结果 我们首先来公布选择五天 考核的学员的成绩 通过的学员可以进入预备队 五天 这就是你们未来面临创造营 公演舞台 从完成选歌和组队 到登台静演的所有准备时间 通过考核 只说明你们到达了登台的基准 好 接下来由我来宣布陈卓 你原本是首发队的队员 应该接受一天考核 但是你选择了五天后考核 所以按照规定 你即使通过考核 也只能进入预备队 现在我来宣布你的成绩 你通过考核 谢谢教练 好 请你进入对面的预备队 谢谢教练 吓死人了 这唱得多好 挺干净的 唱跳综合实力都还可以了 他真的很稳 我觉得他可以 我觉得过 通过 我觉得这个赛制就是 想要告诉我们 对自己任何时候都要有清楚的认知 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去提高自己 接下来是主力队的 胡马尔 吴雅露 通过考核 预备队的 刘念 朱灵 黄碧音 赵岳 赵岳 仲飞飞 这某个点会让人觉得很可爱 床上最美的衣裳 个人特色很浅 对 那节奏还是能配上的 灯光尽头千摇 准备好到十千三秒 我们感觉唱歌进步了 我觉得留点很好 对 我觉得可以过 进步很多我觉得 好 通过 我也过了 五天稳了好的 就是很稳 就会心里有数的那种感觉 一看就是练 就是下苦工练了 好 过了 可以吧这个 可以 对吧 跑上你们的位置 不要 我们逆极了 玩不了 你最最最重要 现在我就可以 我一起 一杯和我一起 歌词不熟 这首歌的舞 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根据歌词来编排的动作 你歌词不熟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集中在你的肢体上面了 你这个动作太大了 你特别像在搓澡 就这么大 感觉做这个动作就变得有自信了 声音够想眼睛够亮 舞蹈还行 张亦凡进步了 进步了 能看得出来就是我说的一些问题什么 自己就下去注意了 我一看就下功夫了 可以 通过 小小麦克风 声音够想眼睛够亮 我记得他唱挺好的 对 唱歌这种 舞蹈也不烂 其他没有念到名字的学员 很遗憾你们没有通过考核 进入板凳队 现在我们要公布的是三天后 考核学员的成绩 选择三天的学员 说明你们的定位是主力队 没通过就调入板凳队 李子梦 姚慧 内内 郑乃欣 你们原本是首发队员 应该选择一天考核这一组 但是你们却选择了三天 所以你们 我们先给大家看 请 请